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成 今天是2020年12月23号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关于书法 以前我们小学都学叫做书法课 现在有一个统一名词不叫书法 叫做法书 就是说写这个字 它不只是传达意思 它是一个美学的概念 其实这个世界上用文字当一种艺术载体 所谓美术字 广告字体 美术字 或者logo 或者是mark 这些东西 古今中外都有用 因为它有特殊字体 字形 它并不是按照什么标准的 比如说我们初中一年级学英文的时候 ABCD有大写 小写 它有一个范本 其实我们小学学毛笔也是有范本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一个字帖的问题 所谓的字帖就是在行话叫法帖 法帖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那我先讲一个是我从网路上看来的 一些所谓的老师们 他们讲的有的是大学的研究所的指导老师 但是因为他们每个人书法写的都很棒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因为他们互相之间也互别苗头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很明显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必须的帖是这样子 这样子一个 很像一个心 然后能画一条斜线 那这个在我们的那个 在我们的那个学生字典里面 他的笔画是这样子的 一二三四五 是这样来的 先写一个心再来一撇 可是有一个教授他说 他说评判这个人的书法对不对 看这个字就知道 他怎么写呢 他是这样写的 先来一个这个 很像一个这个 然后再来一个斜的交叉 然后再来点三点 他说这个笔顺才是对的 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看到广东里面 也有一个老师 也有书法老师 他就说美就好了 但是他用的那个笔顺 是我们 我们台湾这个小学生 那个学生字典里面 他有那个每一个字 都有一个笔顺 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一直写到一个整个丸子 那个小学生的那个 那个那个字典里面 笔顺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是被 被吃过亏的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 笔顺不对 被我妈拿那个竹片痛打 拿竹笔巴痛打过 记忆非常深刻 他一定要我这样 一定要我那样子 那我当时就很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 就像有人左撇子 一定要被打成右撇子一样 那我的孩子就是以前小的时候 我儿子以前小的时候 是左撇子 但是我就用 寻寻善右 让他用右撇子 因为用右撇子的话 你左撇子很多东西不能用 乐器啊什么 很多东西啊都很麻烦 工具什么 所以你从小 从左撇子改成右撇子之后 他就会 适应很多东西 像先父 是一个左右开工的人 他左手右手都很灵活 完全他可以用右手拿筷子吃饭 用左手拿筷子完全没问题 用工具也是 他是一个左右开工的人 这种人是比较少的 从这个字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事实上 那个字 只要你写出来美是重点 而不是说他的笔顺有多重要 你有本事的话 你把那个勾从细的地方 弄到粗的地方再回头 就像你倒带一样 那你才真的是人间奇葩呢 这是题外话 不可能那样写了 因为那个文字还是有 有那个传达意念的意思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讲笔画的问题 笔画的地方 不必积虑一家 也不能用说 这个笔画 一看这个字就这样 这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 以偏盖全的一种想法 就是自以为是的想法 虽然那个人是研究所 那个书法那个专业的那个指导教授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盲点 再来我们讲第二个盲点 叫做人如其字 我们以前小时候一直在讲说 有一种叫做笔记学 就是那个人写字 聊不了草 什么 其实以前那个没有用电脑打字之前 用手写那个文件的时候 那个长官看到你的字非常捐秀 他就会重用你 因为他认为你很专心 因为中国古代人讲说 修书则成 修养的修 修书的意思就是写字 写字的时候必须要诚意正心修身 其家治 治国平天下 必须要 所以以前我们学 以前小学的时候 学那个国文的时候 或者是学书法的时候 那老师就讲说 来我们先静坐一分钟 那小学生 中学生 在那边静坐 把眼睛围闭 然后深呼吸 然后一分钟就要倒的时候 就像默哀一样 然后开始 好 开始写 磨磨 然后开始写字 那是因为他们 那个老师 他们以前私俗训练就是这样 这个也没有错误 只是现在的话 都用磨字了 不磨磨了 直接磨字倒出来 你要稀释成什么样子都可以 立刻就写 刚刚讲人如其字 很多人都讲说 你看那个人字 那个像比如说 我们常要举的就是 我们常会讲的 那个 书体 书体里面我们常会讲的 柳公权细 另外颜真卿 颜真卿的字比较粗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 不是颜体就是流体 这个是从民国开始一直这样子 那我一直小时候我就觉得说 柳公权那字细 没有错 可是那个细的那个 那个有点接近那个 宋体字 宋体字是所有中国文字学里面 印刷字体里面 明示度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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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很远你也看 而且你印 那个刻板之后 你印刷多少板 它都不会糊掉 楷书会糊掉 因为楷书很粗 它越来越大 越来越宽 越来越 越颓 越来越 越颓 它会糊掉 但是领体 那个宋体字不会 所以工程字上 工程画 你画机械字图的时候 要写字的时候 都会要求 那个学生 写所谓仿宋体 仿造宋朝的体 叫仿宋体 以前我们学的时候 觉得好累赘 为什么不直接去写 写普通的楷书就好了 干嘛要仿宋体 那是因为明示度的关系 那个时候是用蓝塞图 蓝塞图有时候糊掉 用那个 用那个宋体字 仿宋体 它在那个 反复在塞图的时候 不会糊掉 是这样 也就是明示度的关系 那印刷的很多字体 是什么 所谓的那个 那个仿明体 或叫明朝体 台湾 台湾印刷厂 一般的它会讲的 明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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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人发明的 就是那个 横的都是很细 然后尾端一个 小三角形 竖的是粗的 其实那种字 如果说你是签字 有的时候印久了 那个签字坏的时候 它会脱化 会脱落 会脱一些一些线条 那其实那个 并不是明示度最高 以前的佛经 都是用那个印的 现在大家都不用 那最好的 还是宋体字 所以抄经的时候 大部分 不管你用历书 用什么来抄 真的要明示度最高的 仍然是 宋体字 洪玉大师的字型 就是仿宋 仿造宋体字 它并不是隶书 那我们刚刚讲的 仁如其字 就是说 看到那个 因为颜真钦是一个忠臣 他为国尽忠 舍身取义 杀身成人 因此 为了对他 表示他的尊敬 所以把颜真钦的字拿 当然 颜真钦既子职 那个里面 又改错了什么 那是一个 非常快速的写 因为他情绪激动 那这个是说 说这个是故宫的那个 国宝之一 那 其实如果说 平心而论的话 现在人都知道 凯书的吉则是谁 欧阳荀 欧阳荀 那欧阳荀这个人 如果你想说 他字写的很棒 因为他那个比例 他的字 都是属于细长型的 按照那个 有点接 后来的清朝的管隔体 是模仿欧阳荀的字 而不是王羲之的 王羲之是书圣 他主要是行书 行凯 那那个 那草书还有草圣 还有张旭 还有那个 那个 那个 米福 那 那个 这些人 那 这个 刚刚讲到 那个 那个 欧阳荀 欧阳荀现在被公认为 凯书的吉子 可是为什么我们小 小学学书法上 学校没有推荐欧阳荀的字呢 这个很奇怪 那后来这个是 我中年在学书法的时候 才知道 这个欧阳荀的九成功 李全民信 大概是 现在学书法的人 大概都从这个开始 而不是从柳公权 也不是从那个 这个严真卿开始 那当然其他还有 那当然其他还有 于世南 儒隋梁 还有 一大堆 一大堆的那个 名人的那个 法帖 都流传下来了 顺便讲一下 关于法帖的事情 好了 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每次看到 那个法帖 我都是伤脑筋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从那个 石碑上拓下来的 那个石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然后几百年历史 经过多人拓 而且经过风化 因为石碑不是在室内 是在室外 吹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热胀冷缩 所以他都会崩掉 所以每一个字 都像法抖的似的 法抖的人 像那个有中风的人 半生不随的人 写出来的那种字 有毛毛边的那个 那个后来也成为一种 一种书体 就是用生鲜 用一般的鲜子 然后你用那个墨 加水之后 你让他那个 写出来的字之后 藏墨 藏出来像毛虫一样 毛毛虫一样 那个是另外一种美学 这我看过有有专门人 在练这种字的 我认识的有这样的人 那那这个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法铁我都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要拿 这样子的法铁来练呢 那是因为他是踏下来的 踏硬下来 就是就是到那个石碑上 踏下来的 是是古人的真机 可是二次创作 经过了石匠 卡卡卡卡 敲击 那个磕出来的 所以那个石匠的功力也很 也很厉害 你不管写小字 写写大字什么 它全部都可以帮你 把你磕出来 所以有一个叫做 有一种叫做 卫碑 卫碑的那个字体 那有的人觉得奇怪 为什么那个字写的 都是很有很有刚进啊 后来现在的那个 考古学家 跟书法家研究的 发现到 因为他那个那个 这个 古代十国的时候的 那个很多的那个 那个朝代是 只有几年就被人推翻了 所以很多碑才才立起来 那个原始的人的那个字 才写上去之后 他们是用红色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朱砂写的 原稿直接写在石头上面 写在那上面之后 那个石匠才开始叼的时候 朝代换了 就废弃了 废弃之后 若干年之后 这个碑又人家推翻了嘛 那个碑就倒 倒在地下 经过那个 那个 后面的朝代 泥巴把它覆盖起来 覆盖起来之后 人家为了要 要不知道是要建什么 建马路 建什么 一挖地 挖到这个石碑 石碑立起来一看 原来所谓未碑的那个字体 是什么 是未完成品 他是拿那个 拿那个雕石的工具 先打个粗稿 还没有 还没有进行精雕 这是一个笑话 也是真实的 所以那种 那个用毛笔写出来 像刀科的痕迹 是因为什么 他就是刀科的 就是用石匠的 石匠正在做粗胚 再回到人如其字 很多人说那个字 可以表现那个人的能力 像先兄 吴海元 他是民国38年生的 他从小字就写得非常的工整 所以他在56年 他那个考进国防部情报局 干部训练班第16期 然后他毕业之后 别人可能分到什么 其他单位 把他分到 那个 那个督察室 督察室的那个主任 通常就是要接情报局局长的人 那当时他因为他是督察室 所以常常要办一些国内的案件 还有局里面的案件 那因为他的那个字 写得非常工整凯书 他这个是一辈子自豪的部分 就是这个 然后他写的那些公文 都是用手写 当时用手写 用钢笔写的嘛 而且那支钢笔 还是他读情报局学校的时候 那个辩论比赛送的 上面还刻的 那个局长跟那个兼班主任 叶祥之送的嘛 那支笔线还留着 那因此他的那个报告 上去之后 都是局长亲自看 审批 然后会把他叫到面前来 来问 询问这个案子的 承办的经过 所以当时他算是一个红人嘛 我想他之所以 会被局长这样子青睐 可能是跟他的字有直接关系 他字写得非常工整 这个是我们家公认的啊 他也以此自豪 因此有点自傲啊 非常自傲 那是不是自写的好 内容就精彩了 未必啊 因为尽管他在公文方面很厉害 可是他所有写的文章 投到报社去的 通通都没上 最后是花了钱上去的 是因为他做了广告 在一个小报 某某小报 上了复刊 那实际上他的文章 因为非常家常啊 所以可看性不是很高 那这题外话 再讲到欧阳巡 欧阳巡据说他是长的什么样子呢 他是很英俊潇洒呢 风流涕党呢 全部都不是 他据说他长得很像一个猴子 再来他可能是一个白子 就是他怕光 眼睛未光 一看到光就要遮到 那时候没有墨镜 而且上朝也不能戴墨镜 对皇帝不尊敬 那但是皇帝很喜欢他的字 欧阳巡的字 所以特别赏识他 什么东西都叫他写 所以其他大臣都非常的对他 非常嫉妒 因此就有人写了一本叫做 写了一个文章叫做 补江种白元记 补江种白元记 补就是补充的意思 就是说江种这个人以前曾经写过 一个文章叫做白元记 那这篇文章散失了 所以说后面的人就把它补足 这个江种写的白元记 其实这是嫁祸于江种 那实际上江种没有写过白元记 这个补江种白元记 完全是一个政治的一个 一个污蔑的一个行为 各位这篇文章上网可以搜得到 你去搜一下吧 这个补江种白元记的 为什么讲白元 他不讲黑元或者是中元 或者是什么元呢 那为什么要讲白元呢 他是讲说有一个千年的老元 已经成金了 他有个喜好就是 专门在那个通局药道上面埋伏 然后看到有客商来的时候 他会杀人越货之外 他会把那个美女强卤 进他的山洞里面 奸淫繁殖 然后他平常没事就喝点酒 还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 他没事的时候他会翻 他有翻一张导 就是他搜罗的那些 在山洞里面那些书 都是古典 古代的典籍 他每次就是一面喝酒 一面看这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另外一个娱乐就是玩女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补江种白元记 那个白元是这样的一个人 实际上这个白元是影射谁呢 影射欧阳寻的爸爸 他说欧阳寻为什么 为什么要用白元呢 因为我刚刚讲过 欧阳寻长得很像猴子 那然后再来就是 他有未光 他眼睛怕光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白子 所以欧阳寻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有一个很多的缺陷 但他的字写的 全中国人都公认 他是楷书极则 最高的标准 因为他的字 每一个字都非常的公正 非常的美 按照美学的原理来评价 可是人家污蔑他 是因为他受宠 那我们再来讲其他人好了 那是不是字如其人 那个字写的好 就是人格高超 完全不是 秦快是 那个状元 他是状元极地的 那他的字 那当然没有话讲 另外还有一个大奸臣 那个谁 蔡经 宋朝的蔡经 那我们再来讲好了 另外一个那个明朝的这个大奸臣 叫什么来着 他善写清词 皇帝喜欢神佛嘛 清词是道教写的那个书表 写到皇子上面的 然后那个最后要烧掉 念完之后要烧给玉皇大帝看的 那叫清词 其实很多的文人 包括那个苏东坡等等 他们都善写清词 因为只要皇帝喜欢这个宗教 他就喜欢 他不只是那个 四儒道三家 他们都通词 并不是我们想象说 他只是一个儒家 一个儒生 不是 那个清词是道教的 道教用的 那刚刚讲的 我讲的 举的那几个人都是什么 都是大家公认的大奸臣 那那个 那是不是现代的人 是不是就会有改善呢 不是 那个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在那个以前在区公所里面 都有一个 有一个人专门 专门在公家单位 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文书士 做什么东西呢 他不是批改文书 通通不是 是红白帖 民众只要家里有人有上市 就可以把那个 普文寄到那个 寄到公部门 包括总统府都有 那你寄过去之后 那个市长 他虽然挂名是市长 总统或者是院长什么的 实际上都不他写的 什么人写呢 有专门的一个人在写这个 那你说你要拿到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书法 书法馆去请那个师傅写 那那费用高了 像比如你找鱼肉润写这些东西的话 那那费用 那笔润就太高了 每一个公家单位都有一个 专门的一个部门 有的时候一个人 两个人 那些人的挂名 不是什么公务员 他挂名是工友 他就跟那个打扫清洁 搞卫生的人是一样的 一样的等级 叫工友 或者司机什么 都叫工友 这些人的专业就是写毛笔字 专门写 那些什么 那个婉联 什么 还有那个姓赫人家结婚 什么 反正是仇答的那些文字 他有 他有一定的谱 有那个书 赵超 他并不是他文学底子有多深厚 都不是 他就是会写字 会写字 会写字 那些人 有的人只有小学程度 有的小学都没毕业 字写的非常的好 所以字如其人 不是字写的好漂亮 人就是学问很大 顺便讲一下 现在那个学校那个大学 很多老师写版书的时候 写的那个狗扒字 让他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不敢写版书 好在后来有投影片 现在有PowerPoint 那真的写版书是一个难处 那实际上在台湾的那个 师资的教育里面 以前小学的老师是师专毕业 师专等于是一个高职 等于是高中 三年 读三年 但是他们因为强 有强制的要求 那个写书法 所以师专的毕业的老师 我小时候那些老师 教小学的老师都 毛笔字写的都很好 他改你的作文的时候 都是用红的 用朱砂笔来改的 比如说那个写的字写很多 那因为他常常写 所以写的那个字 有时候是行书 不是凯书 那但是那些人 当时的年龄只有二十多岁 二十出头岁而已 因为他们 他们那个师专毕业的时候 才十八岁 十八岁 跟高中一样 十八岁毕业 就开始奋发了 那如果说你刚好碰到 刚毕业的那个老师的话 那他才十八岁而已 我们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十二岁以前吧 他们跟我们的年龄相差不是很远 但是他们写那个字就很老练 因为他们用那个朱砂笔写 那这就是强制要求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有确凉 在台湾有确凉 就是个个只要有建设 比如说这边修了一条桥 那桥头上面就要有人 就要有某某市长 某某市长要提字 其实都不是市长写的 真的市长写的字可能是狗爬字 因为市长是明选出来的 他有什么学问都不重要 但是那个写就是那个 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 那个工部门的那个有一个单位 那个工有写的 工有写的 那更好笑就是 市长是四年选一次嘛 换一个市长之后 下面一个市长 那他原来那个桥上的那个 他在任内修的 换一个市长之后 那市长之后把它敲掉 再重新弄 原来的市长叫做李大头 现在市长叫做王小蛋 那就全部刮掉 连那几个字都刮掉 然后结果连落款 其实这都是不必要的 因为这种桥头上这种碑文 他是要纪念说什么什么 只要起建什么时候完工 要讲这个东西 那不是说要歌功颂德 说我在任内建的 然后换一个人造就要换掉 那情形就像很多小学校长 台湾的小学校长 他在公立的学校嘛 他要消耗预算浪费工厂 怎么浪费法 你看换一个校长 就把校门打掉 重新再弄一个拱门 那都是要花钱嘛 钢筋是混凝土的 并不是他不结实 他要换风水 反正你这个校长也是有任期的嘛 那要换风水 所以他又要打掉 我看到我的母校 明德国小那个校门 以前被换过好几次 每次换我都想 都想投书的报社就痛骂 以前我们学校 连校门都没有 没有那个拱门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那个 连门都没有 就是两个柱子 这是明德国小 好像还是一个柱子 还是单边的一个柱子 因为没有人会放学 跑到学校去 学校没什么好玩的 除了操场以外 题外话 刚刚讲第二个盲点 叫人如其字 不对 不对 人如其字 智如其人 这个所谓那个所谓 刑事警察那种什么 笔记学这个 也被人诟病 从笔记上可以判断这个 这个人的性格什么 都不对 因为他可以训练 一般来讲 男生跟女生 从小的时候 女生的字写得比较坚秀 男生就乱七八糟 还有一个是 为什么成年之后 我们写字 一直改不过来 就像那个 我看那个大陆那些大学教授 写黑板的时候 包括我们学校的那些老师 工科的 理工科的老师 写黑板那个字都不能看了 都是很丑 他自己也觉得很丑 那个要 写黑板这个叫做板书 不是板书 是板书 那要练 因为它是一个平板的 而且那么长 你要写一样大的字 是很困难的 师专 那些老师有练 师大 师范大学以前也有练 现在因为是 那个教师是开放 开放式的 你只要修过教育学分 你都可以来应征 那你师范大学 你毕业的 也要来应征 也不是分发了 所以 那他考试的时候 因为刚刚也讲 有投影片 有PowerPoint的这些东西之后 你要亲自写字的机会不太多 不太多 而且以前要抄黑板 那我想说 以我这个1955年出生 今天65岁 这一个世代的人 在字写的不好的话 绝大多数原因就是你们 抄笔记 老师在写 啪啪啪啪 拼笔抄 那那个老师 老师讲的那个话 我们像数捷一样 就拼笔抄 我以前很厉害 因为人家看我 分笔记住 都来抄我的笔记 结果我的笔记 给他们一看 如读天书 他们笑的半死 为什么 我很多地方是用图像 因为有些英文单字很长 我就用图像 啪啪啪 画出来 是什么东西 还有一些 我用一些简字 他们看不懂 我看得懂 因为老师是用讲的嘛 口述嘛 那我们是用抄的 他讲的我们抄 那其他人 有的人就不想抄 不想动笔 那就来想要copy我的笔记 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子 我那个字也是乱七八糟的 那这第三个盲点 第四个盲点 这个盲点是 害了我前半生 就是我们常讲说 某某人的那个 那个书法家的那个笔 那个力道很大很足 叫做利透纸背 就是他写完 那个字写完之后 那个墨迹的到纸的背面来了 有利透纸背 甚至于 还可以 还可以那个穿过好几张纸 那顺便聊一个 一个话题就是 那个字画 常常可以伪造 就是说一个 一个真正真基的古画 根据那些 那些那个古董 古董的那个 那些 那些那个高手 那个艳品高手 他可以把一张古画 横切面 一张纸很薄 宣纸很薄 他可以从横切面 可以播出三张画来 因为你那个墨迹都到底下去了嘛 所以他可以播出三张来 那还有一种 那个古董鉴定专家 据说高到什么程度 他可以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第三张 因为什么 墨迹已经不明显了 第二张 圆迹就是第一张 那我们看到的那些真基 这是第一张嘛 那真正的古基 那些 那些古本的这些字画 是可以播出三张来 那我以前的书发老师就讲 这些高手 他他都见过 他他也很会仿造 各家的名字 他已经去世了 那这就 这顺便提一下 就是 就是关于这个字的问题 利透纸背 这是第四个这个盲点 我以前小的时候 抄笔记 因为喜欢用蛮力嘛 所以我拿那个原子笔写字的时候 或钢笔写字的时候 你把那个纸翻过来 纸都不是平的 都是歪曲扭拔的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笔 甚至于你 我抄笔记的 那个笔记的第三张 都还有笔记 因为我用很大力量 那都是蛮力 那都是不必要的 那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这个呢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班上有一个女生 我记得非常清楚 她胖胖的 讲话 那个细声细气的 那个工科的人 那他很 他每次上课的时候 他也在那边抄笔记 他动作很快 抄笔记 然后结果他 他抄笔记之后 你接我看一下 他毫不吝惜 就直接给你看 我一看 哎呀 他那个字写的真是棒啊 他写的那个连笔的楷书 接近行书的楷书 写的每一个字都非常清楚 但是他那个每一个字 你把那个字翻过来 背面没有痕跡的 他就是这样 那个手就这样非常快速的动 那我就问他 那我说 你是不是小时候学过书法 他说是啊 我说 你父亲教你 他说是 我说 那你写这么快的速度 你怎么字都还这么工整 他说是他从小 他父亲叫他练习的 他父亲的职业是 法院的书记官 那他虽然读的是工 他说是工贯 他说 你没想到